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机关办理公告金额以上之采购 监办人员采书面审核监办 应经下列何者核准 A 上级机关 B 机关首长或其授权人员 C 承办采购单位 D 主会计或有关单位 依政府采购法第十三条第一项 机关办理公告金额以上采购之开标 笔价 溢价 绝标及验收 除有特殊情形者外 应由其主会计及有关单位会同监办 另一 机关主会计及有关单位会同监办采购办法第四条 监办人员采书面审核监办 应经机关首长或其授权人员核准 故本题答案为 B 2 下列何种情形属政府采购法第22条第一项第一款 所称之重大改变者 A 投标厂商资格放宽 B 履约数量明显变更 C 履约期限明显变更 D 以上皆是 一 工程会88年8月30日 88 工程起自第8812328号事事函说明2 前接重大改变者指 例如厂商资格的放宽 数量的明显变更等 而如原采购一放宽或变更后之招标内容及条件招标 或不至于发生无厂商投标或无合格标之情形者 另一 工程会107年2月13 工程起自第10700047490号含 前接重大改变 由招标机关依是否影响厂商投标意愿之原则判断之 而履约期限明显变更 若工期过紧 恐影响厂商投标意愿 因此 A B C 之情形皆属之 故本题答案为 B 3 采购法第101条第一项第10款所称延误履约期限情节重大者 机关得于招标文件载明其情形 其未载明者之认定下列何者正确 A 于巨额工程采购 值履约进度落后10%以上 B 于其他采购 值履约进度落后15%以上 且日数达10日以上 C 于巨额工程采购 值履约进度落后15%以上 B 于其他采购 值履约进度落后10%以上 B 于政府采购法施行细则第111条第一项规定 本法第101条第一项第10款所称延误履约期限情节重大者 机关得于招标文件载明其情形 其未载明者 于巨额工程采购 值履约进度落后10%以上 与其他采购 值履约进度落后20%以上 且日数达10日以上 故本题答案为A 4 共同投标厂商有采购法第101条各款所列情形 依采购法第102条第三项应刊登政府采购公报者 应刊登A 是可规则之事由对各该应负责任之成员个别刊登 B 一律刊登全体成员名称 C 刊登代表厂商名称 D 以上皆非 以共同投标第16条规定 共同投标厂商之成员由本法第101条第一项各款情形之一者 机关应是可规则之事由对各该应负责任之成员个别为通知 故本题答案为A 是可规则之事由对各该应负责任之成员个别刊登 5 一本法第52条第一项第4款采用附数决标之采购案 即关于招标文件规定厂商应缴纳支押标金为项目A新台币60万元 项目B新台币40万元 有一厂商以存款金额为新台币120万元之设定至全支定期存款单 合并缴纳该两项目支押标金 金项目A 依招标文件规定不发还该厂商压标金 机关应不发还之压标金额度为多少 A 100万元 B 60万元 C 120万元 D 40万元 一压标金保证金及其他担保作业办法第14条第二项规定 厂商缴纳支压标金有不予发还之情形者 扣除一角之金额后全部不予发还 但采用附属绝标之采购 厂商依其所投标之项目合并缴纳押标金者 其不予发还之金额应依个别项目计算之 查本案A B 两项目应缴支押标金合计100万元 厂商合并缴纳120万元 一缴20万元 而项目B并无不予发还之情形 应依个别项目计算 顾本案不予发还之金额为120万 减一角之20万元减项目B之40万元等于60万元 顾本题答案为B 60万元 6. 某国立大学财统包方式办理步道工程采购 总金额为新台币95万元 下列合者不是得采行的招标方式 A 依采购法第22条第一项第9款办理公开评选 B 公开取得企划书 C 公开招标 D 最低标绝标 依政府采购法第22条第一项第9款得采限制性招标之情形为 委托专业服务、技术服务或资讯服务 经公开客观评选为优胜者 顾该款规定仅适用劳务采购 不适用本题题目所指统包办理之工程采购 顾本题非可采行之方式为 A 依采购法第22条第一项第9款办理公开评选 而本案采购金额95万元 依中央机关为达公告金额采购招标办法第二条第一项 为达公告金额采购之招标 其金额与公告金额十分之一者 得则其中第三款依本法第49条之规定 将公开征求厂商提供书面报价或企划书之公告 公开于主管机关之资讯网络或刊登于政府采购公报 以取得三家以上厂商之书面报价或企划书 则符合需要者办理笔价或议价 依上述 顾字是以公开取得书面报价 定由底价最低标决标原则为宜 顾 必 地可行 至于依采购法第19条 机关办理公告金额以上之采购除以第20条及第21条办理者外 应公开招标 未达公告金额之采购 因法为明文禁止不得以公开招标方式办理 所以 实物上仍有施政材料得以公开招标方式办理 故 C可行 7. 机关依采购法第96条规定优先采购环保产品 并允许价差优惠者 其优惠比率由机关式个别采购之特性及预算金额定定之 并载名于招标文件 但不得于 A 5% B 10% C 15% D 20% 依政府采购法第96条第一项 机关得于招标文件中 规定优先采购取得政府认可之环境保护标章使用许可 而其效能相同或相似之产品 并得允许10%以下之价差 产品或其原料之制造 使用过程及废弃物处理 符合再生材质 可回收 B 污染 或省能源者 一同 故本题答案为 B 10% 8. 机关办理工程采购 其采用主管机关定班之 工程采购契纪约范本内容 且工期以工作天计算 下列何者应计入工期 A 劳动节 B 调整放假日 C 补行上班日 D 和平纪念日 E 工程采购契纪约范本第七条 履约期限第1.2款 以工作天计算者 下列放假日 均应不计入 E 星期六 补行上班日除外及星期日 但与2-5放假日相互重叠者 不得重复计算 二一继日及节日实施办法规定 放假之纪念日 节日及其补假 次行政院人士行政总处公布 之调整放假日 依上列 A B 地接补计入 故本题答案为 C 补行上班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